源自於中國的膠彩畫 唐宋時期傳入日本後 演變為日本畫 著重於使用天然礦物顏料 作品呈現出具有天然礦石光澤的細膩感 燕羽樓閣當代日本畫展 展出三本真誠 吳亦軒 林玉畫 與陳瑞淵 四位當代日本畫藝術家作品 將古典媒材自入現代人文思維 呈現變幻的時間感 這個展覽命題 它其實就是我想強調 在自然界它經過萬年 它沒有太大的明顯的變化 那在人跟自然的共存的環境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到很多細節 它是有存在的很巨大的變化 所以在這些藝術家的作品當中 他們同時的呈現古典的這種美材 但是他們把現代人文思維 製入他們的藝術創作當中 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當代藝術家 他們創作的一種新的視覺的刺激 能夠帶給觀眾新的思維 來自馬來西亞的藝術家陳瑞淵 作品兼佳 靈感源自於行車經過的建築工地 以膠材勃染描繪出晃動的不確定感 將都市生活心境投射在畫作當中 因為我大概是十年前來台灣 然後讀大學 然後當下那個環境的轉變 第一個讓我覺得最深刻的就是 就是會有大量的那個建物在周遭 可能可以看到就是說我的主題其實很多都是 就是人造物或是人造光源或是人造物跟自然的一種並脂這樣子的配置 如果都是那個在都市中生活的話我想可能會有一種投射吧 任教於京都藝術大學的三本真誠 經常以兒童與公姬作為繪畫題材 融入傳統民俗服飾 呈現出具有靈性的獨特畫風 而畢業於日本多摩美術大學的吳亦軒 則是受到江戶時期靈派作品影響 以大量礦物顏料與金屬薄 表現出作品的多元性 還有來自台南的日本畫藝術家林玉畫 則試圖以植物盆栽的形式投射當代社會的孤獨與疏離感 植物它是一個不便的物質 但是在它附屬的那個盆栽 我們可以看得到時間的嚴盡 它有帶入時間性 它特別以有暗的那種黑色的空間 去置入類似劇場式那種投射的效果 那這個黑漆的這種空間裡 它的植物會特別呈現出一種極致的孤獨感 菸雨樓閣當代日本畫展 在聶普敦畫廊展出到9月5號 歡迎民眾前往欣賞 在多元的畫風中感受日本畫細膩獨特的美感 記者聯繫會台北報導 在更加報道 我們繼續接觸活動 是自由的地球 整個座位置 能stro著